两人在海底玩命转动阀门 很快氧气已经耗尽 可生锈的阀门却纹丝不动 接着他们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终于让阀门开始松动 然而这时意外突然发生 一只四十米的电满鱼快速逼近 吓得两人尿不湿全部尿湿 他们惊险躲过致命一击 两人抓紧继续开门 然而满鱼并没有就此离开 一个神龙百尾来了个春去春又回 危急时刻 两人不顾一切转动阀门 随后酷吃一声打开四十蹬钢门 小帅一头钻了进去 这时电满已经杀到面前 千军一发之际 丛哥超光速进入堪堪躲过一截 他们点燃荧光棒 快速找到泄压阀门 酷吃一声按下开关 两人这才重新获得呼吸权 紧接着 他们走进飞船驾驶舱 看着这里遭遇破坏并不是太严重 两人尝试启动飞船 然而刚刚通电三秒钟 酷吃一声灯光瞬间熄灭 小帅顿时绝望 而丛哥却感觉没有大问题 经过粗心仔细的检查 发现只是电瓶没电了 而要想启动飞船 至少需要几百万伏特的电量 就在这时 一条电满如闪电划过窗外 二人顿时有了一个刺激的想法 小帅利用小飞棍吸引电满 丛哥则举起标枪虎视眈眈 眼见蛮鱼快速逼近 男人一个扎丝比雷正中把心 最终飞船被成功启动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功夫深 铁杵膜成真 感谢观看